《九比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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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人交叉的方法 专人交叉的方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两笔都有点傻 不灵 就不一样 这个蓝骨笔特别不讲究 就是弹性一定得好 这两笔 这一笔 这边这一笔都要给追尘凉白的 散散 这样就是说,这是一族,这一族,或是,这是一族,这是一族,错开,这边用一族,这边一族,错开它。 这边用一族,这边在柯田林苏尔,这边用一族,这边用一族,这边用一个征章的关系,这边用一族。 这边让,这边有灯,这边让,这边灯,这边让,实际上,有这种心理的曲线,不让它对称,但是在组织法,还是要,就是说,这个初一二的方法,这都是小一九十一脚,这样以后它手脸造成一种不乱,基本的那个单位, 但是说,你在初学的时候,严格的那就是九笔法这样去组织,理性一点,你画熟练了以后,它规换了以后呢,它就,你这不算,就不那么计较,它是不是九笔了,多一笔,少一笔,没什么关系了,根据你的画面的疏密关系的那个单位,跟场地,具体的, 那个形式上的在速度上,可以灵活于一笔,这种九笔法就是为了让它传插那时候复杂一点,看起来很热闹的,就是说,这个,电话多一点 感谢观看 这九笔法和同事就解不起了,是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